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雷三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探索火星的故事 基姆为了完成登陆火星的梦想 与妻子一起训练 可没想到在这期间 妻子发生意外 基姆从此一蹶不振 与登陆火星的机会失之交臂 于是总部决定 让她的好友黑人卢克和另外三位登陆火星 基姆则留在空间站协助 当卢克三人登上火星之后 迅速展开了探索 看这个火星到底是不是和人类生存 就在进一步探索的时候 周围出现了气流漩涡 形成了一团红色沙暴 开始吞噬周围的物体 强大的吸引力将探索队的成员 逐个撤进漩涡之中 只留下卢克一人生存 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两无生气的火星表面 出现了一个人脸山丘 随后卢克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总部 并且请求支援 总部思虑再三 决定让吉姆带人救援 经历了大半年的航行之后 飞船即将进入火星轨道 可就在这个时候 飞船因为微流行体的撞机偏离了航向 既然不得已穿着太空服飘向火星 但由于燃料不足的原因 一名宇航员为了不搭上妻子的性命 选择了面对死亡 打开头盔后 瞬间被冻成了冰块 当三人登陆火星之后 惊喜的发现卢克还活着 除此之外 卢克还从人脸山丘附近搜集的声波中发现了一组DNA数据 但是跟人类相比少了一对染色体 吉姆灵光乍现 觉得只要补上那对缺失的染色体 证明自己是人类的身份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社会 果然 当他们利用勘探车发送完整染色体之后 人脸山丘居然打开了一扇白色的大门 随后吉姆带的大家伙进入了人脸 没想到这里还能自由呼吸 进入一道暗门后 三人看到了太阳系的全新影像 那个时候的火星和地球一样充满了神机 被一颗陨石砸过之后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三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时一个外星人从黑暗中走出 看着这颗被毁的星球流下了眼泪 随即有许多小光点从火星中飞了出来 他们是幸存的火星人 他们驾驶着飞船寻找新的家园 然后选择了一艘飞船 放入了自己的DNA 让它驶向地球 这才隐喻出了生命 生物的繁衍进化就此展开 讲述完这一切后 外星人邀请他们一起去自己居住的星球生活 秦母欣然接受了邀请 因为这正是其子深浅的愿望 而其他人则选择返回地球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对整个90年代以来 惯有的太空类型片的告别总结制作 虽然称不上伟大 但也绝非平庸 除了对现存人类起源的设想与人深思以外 机场失重器的运镜也值得称赞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一波点赞收藏 加关注吧 拜拜 拜拜